字幕提供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志 從今天開始了 我應該請給各位國總將官 就是齁 大家 從今天開始 有初期可以請給你 台灣民政委的長官 不然是台灣民政委的官員 因為 你為今天會保三年半以後 你可以拿到一張 台灣民政委的 終身 做到四就對了 終身的公務人員的 任用證書 結業證書 這張結業證書會在國州的酒店 你可以拿 國州的酒店 它會發給你 要怎麼在國州來領 因為國州的酒店要跟你食材 要跟你認識 你是台灣民政委的受訓 台灣民政委的初期辦 國際辦 這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東 你就要知道 你不能說說 人家人就叫我去上課 我就去上課 不是說叫你上課你就去上課 你就去上課 你看看 如果說要只上課 就能做一個國府的人 我會覺得說 怎麼這麼簡單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你看看我們台灣 兩千三百萬裡面 有兩種人 一種是本土台灣人 另外一種就是 由中國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 但是這兩種人 現主是在台灣這個 都說他是台灣人 到底什麼人是台灣人 都搞不清楚 因為 為疫苗四五年八月十五 日本田農到房一後 這中國人 不是中國國民黨 在我們台灣就開始實施 錯誤的利益社會告用 你要看現在扣本 現在報紙 自由市場好 甚至聯絡報神秘 中國市場都寫得很清楚 所謂的教育部 說微調 其實微調 百分之六十都改過 特別說 說一個簡單的 我上課也有說 我們這些江蘇也有說 他現在 跟我們台灣人 說日據時代 日據 就是佔據的據 日據時代 還是說 我們所特調的開羅宣雲 裡面說 日本竊佔台灣 哪有竊佔台灣 這叫合約來啊 叫麻官條來啊 你如果說這個竊佔能夠成立的話 我們台灣很痛 你跟人家買家 買不去 買了不去 我想找歐 我們在這裡最好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年輕的 尤其是二、三十歲這年的人 他所得到的教育 是跟實際上的情況不一樣 因為不一樣 所以對台灣的一些看法 對台灣的地位 是不是對自己的身份 就不一樣 剛才李定位先生 他說我不是我的我 我不是我的我 這句話聽我的嚇手 我也聽不懂 李定位也聽不懂 我去李定位引導 他跟我說 他就在笑 我說李先生 你說那個我不是我的我的什麼意思 他說你想的 我說我就是看問就給你問 他說我也不知道 一些政治人 我都跟你說一些 他自己就不知道的事情 看你聽不懂 現在我不是我的我 我不是我的我 我不是我的我 不然你是什麼人 其實 他的心裡是跟你說 因為這些教育的關係 讓你本來的理 你沒辦法了解說你哪裡是什麼人 所以你如果沒有來上學以前 我相信 我如果跟你問說你什麼人 我中國人 在外面的事情 我們中國人 拜託 我們當時是中國人 我們出席 那一天開始 我們就不是中國人 你跟一個美國人說 你是美國人也是英國人 那個美國人 如果沒有把你扒下去 我隨便你 你說你在講什麼 但你跟台灣人說 你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他發育到 我就說實在 你自己想看 我說的對不對 很發育 說對 怎麼有說 你是台灣人 又是中國人 最沒有兩邊 最差一個什麼 一個台灣海峽 這邊國民黨 就派一個叫做王毅齊的 去中國有沒有 他現在回來說 他說 他說 兩岸之間 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來 你現在是國旗班 現在馬上要比 兩岸關係 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你覺得 大家拍手 不然你都去看白人 白人騎手 你這裡要騎 白人不騎 你都不敢騎 都一定要騎 你覺得說 兩岸關係 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你覺得中的騎手 你覺得不對的手 手棒 這對他絕對 第一 台灣這隊的土地 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如果國民黨的中華民國 是已經代行中華民國 都說了 當然不是國 但是你看 國民黨他現在 尤其這50年 都很清楚 台灣的地位 所以我可以給各位保證 用生命給你保證 尤其我們這個論述出現 用健全法 來講這個論述 以後 中國絕對 不敢來打台灣 也沒辦法來拿台灣 那你不用懷疑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打台灣 就定義什麼 國際上叫做侵略 就是侵略 侵略的時候就怎麼樣 全世界可以把他討伐 美國也沒問題 怎麼說呢 台灣現在是美國 照顧金山河冰 到23條 是他的主要佔領全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就是美國是台灣的征服者 康復 政府 那個戰爭法來講的康復 征服者 經學者 你的經學者 又讓白人給你拿去 他如果沒有反抗 他如果沒有打他 美國會變成全世界的笑話 所以你可以很安心 所以你如果 國民黨的什麼黨 你說 你如果沒有選到什麼人 你就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絕對不會怎麼樣 但是過去不知道 大家都會怕 大家都會怕 所以你說台灣人會怕死 不要說台灣人會怕死 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怕死 所以人家說你怕死 沒錯 你說沒錯 我怕死 你不怕嗎 這很簡單的事情 很簡單的邏輯 但是有的人很容易 受到一些言語的挑釁 還是言語的挑動 所以我是常常說 我們今天來討論你 最重要的是說 這沒有理由今天開始了 你應該看有報紙 你看得懂報紙 台灣跟中華民國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你不是我 我不是你啊 這很清楚的東西 為什麼有的人說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誰說的你知道嗎 蔡英文 蔡英文在選總統的時候 2011年的10月11日 在高雄勞工中心說 就是他說這個唯一後 所以美國聽到他說這位美國回家 蔡英文他有去美國訪問 但是報紙都寫說 他有去美國的國防部 台灣人第一次 第一個去美國國防部訪問 美國正式跟我講 美國國安局跟我講 那絕對的謊話 他從來沒有去過美國國防部 他去哪裡 他去國會的地庫辦公室 當時跟他interview的 兩個人 一個是國安局 一個就是辦公室的主任 這個國安局 也會跟我們說 也會跟我們說 也會跟你們說 也會跟你們說 蔡英文去那個地方 他自己說的 因為他現在回到台灣 我有一個朋友 和他很熟 有去他們家 聽說他自己煮飯給他們吃 請人就對了 他自己說我們富有的人很壞 和他講話都很壞 奇怪 和我講話都不錯 為什麼不壞 我叫他 我叫他 我叫美國 所以他怕 但是那個人在跟蔡英文 聽說講話一遍 但是蔡英文在跟他講話 他說 台灣 這中華民國是流氓政府 他很煩 美國很高興 你說好不容易 你們這台灣的政治人 終於有人 有人 清楚說 中華美國 到底是什麼東西 但是沒怎麼聽 沒想到他回來 為了要選總統 那句說 台灣不是 中華民國是台灣 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外來政權 是台灣政府 美國回來了 所以那次 選舉 總統的選舉 他輸多少 輸八十萬票 屬性我就知道 我屬性在我們的 旺林會 有向我們所有的 台灣民進會 東京千多人 我跟他們選佈 那時候選佈 大家也不相信 我跟大家說 你怎麼去回票 我們說這個 我們恆主席說的 這個法理論述 我們是不支持中華民國 所以你不要去投票 好不好 好 好的驅手 都驅手 下巴掌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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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萬票 不知道為何聽 我問給你看 我們眼睛客人 你選舉 不管你投什麼人 你有去投票的驅手 比較老實的 沒有去投票的驅手 你是真的沒有去投票 還是不能去 所放下 我跟你說 坦白說 大家會驚 白的驚 因為 民進黨一句 一句比較好 你沒有回到我 要回到什麼人 要回到中國人 要回到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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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拿進去 對不對 是不是你講到這句話 你會驚 但是你給它想看看 中國國民黨 中國 你看就知道 那是中國人 對不對 民進黨是什麼 黨統 他是中華民國 怎麼說 他當中第一條 和他的台灣決議文裡面 他說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叫做中華民國 有沒有 民進黨 不是中華民國民進黨 那是什麼東西 來 對面有一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不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叫做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簡稱是什麼 中國 我怎麼知道 因為 李定位在做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 國大會有一個 副議長 叫做社榮勝 和我這麼好 他和我 還代表李定位和對面 談判過三次 一次在漢俠 兩次在厄盟 那時候 江澤民的 中央辦公廳的 那位做 辦公室的人 他就說 他說 你跟李定位說 中華民國可以改為中國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可以改成中國 這樣兩岸就統一了 看他笑了 不笑 但是他都 你問我 他說的是真的 他現在不是這樣走嗎 他現在不是在這樣走的嗎 他現在不是在這樣走的嗎 那麼多年 說的事情 到現在開始 一行一行都越來越行 他不是這樣說嗎 台灣 好像為台灣人最高而已 台灣人 從四季就開始讓他告訴他 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看到鬼 你怎麼不要做一個 堂堂正正的台灣人 所以一兩天 我們古山祖 古山祖的高山 就是原住民 他在電視 第一次我聽到很趣 他說 為什麼我們要當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為什麼不當堂堂正正的泰亞人 泰亞族人 高山的泰亞族 現在 這原住民 也很趣 原住民 我們剛才開始在想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 你們應該把原住民改掉 不要用原住民 用什麼 用高山族人 高山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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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山聚集在一起 日本的古書 裡面有說 說台灣很漂亮 很多古山 那些人 十八年 天氣很好 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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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你看看 日本在開台灣 那台灣的高山族 有一百二十萬 你知道嗎 現在的原住民存多少 五十一萬 他們那些中國人 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 後來就已經 剩幾百萬了 台灣人 從六百萬變成 兩千萬 千八萬 但是為什麼 高山族人 反而 減少 為什麼會被消滅 因為 他們幫你寫什麼 你是原住民 現在高山的人 很開心 我是原住民 他沒想到 他後面 他說 我們是新住民 他總共來說 他新住民 所有台灣人 都是新住民 新住民 讓你住五十年 還是住一百年 新住民變成什麼 原住民 你知道嗎 還有原住民嗎 沒有 要消滅 如果是高山族人的話 會不會被消滅 永遠不會 所以他們中國人 都在生這個文字遊戲 你台灣人傻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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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終於 向中華民國爭取了 改成我們是原住民 你原住民 你原住民 你又過了 好 你現在原住民 你後來又有原住民 你第三個台 開始就 他說你們是原住民 我新住民 已經也變原住民了 都沒有了 還有什麼原住民 還有什麼享受 沒有了啦 所以我們 做一個台灣人 真的很小心 一直被消滅 你覺得台語也一樣 台語 在我這個年代 說台語 會叫做法治 我不知道現在年輕人 當然現在年輕人 這裡比較賣 因為年輕人比較賣 因為年輕人 他自己 他現在說 發治不好 因為台灣人都會翻狂 現在他說什麼 說台語 是沒水準的 現在小孩 就說沒水準 他說台語 都是正確人 大家都不可以 叫做正確人 大家都不可以 說沒水準 所以你不敢說 越不敢說 越不敢說 越不會說 所以 像我現在這台 我現在對我的孩子 我都跟他講 你如果不可以說台語 我就不可以給你零用錢 甚至你如果不可以說台語 我就不可以讓你拿來 倒上吃飯 只有用這種 半強迫的方式 讓孩子才要來說台語 你要看 我們現在 我喜歡 跟我們這幾 年輕人很多 不可以說台語 你不敢拿 你都可以說嗎 有很多話都不會去拿 所以我們 我們要 維護我們自己母親 所說的話 高砂族人 你要維護你母親 所說的話 你來阿美族 你要講阿美族話 泰亞族 要講泰亞族話 你不敢說 建設 那沒有什麼建設 那不是不水準 那是你的尊重 你的原生父母 所跟你交的意見 那是非常非常 了不起的一種文化 要創造文化 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不敢在我們這台 學生在我們後台 這個議員 去奉承不去 那就是太可憐了 所以你不敢自己 覺得說 我是什麼人 覺得說 你自己 沒有水準 沒有水準 沒有水準是別人跟你說的 中國人哪有水準 他們的水準在哪裡 說白菜 碰風 每個人 如果賣的都是他們的 過去的台灣人 有這樣嗎 沒有耶 過去的台灣人 那不就要寫慶祝書 不用啊 一句話就算是這樣 現在慶祝書寫幾步 還沒效 那種的社會 我們在大 我告訴我們台灣人 我告訴我們台灣人 是很有水準的一個民族 你看看 昨年 3、1、1的時候 那個芝麻米 就是那個 海嘯 日本發生有沒有 日本人這樣 死幾萬人喔 沒有東西好吃喔 但是他要買東西 白菜 汽車呢 白菜 白菜 旁邊有一條路 他也沒有開 他也是叫白菜 最讓人感動的是 有日本人 白菜 白菜 還沒到他的時候 還沒到他買東西 搖死去 他感恩搖死去 你覺得日本人這樣偉大嗎 你覺得他偉大 你走 我告訴你 你不必說他偉大 我們也很偉大 1945年8月15號 日本天皇宣布台灣 東方 開始六十天 兩國多月 在中華民國的軍隊 還沒在台灣的時候 台灣人沒有警察 台灣沒有軍隊 但是全台灣的犯罪率 零 沒有一個人犯罪 這種的民族 這種的氣質 全世界那種的報索都寫了 我們會記住嗎 當然你不會記住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是真真真 有氣質 有氣質的一個台灣人 在全世界讓人 哭哭的 但是可笑 不記得了 因為中國人 來台灣以後 頭啦 手啦 無水準啦 是他們啦 不是我們啦 所以我是希望說 我們在台灣民進府上 粗結斑 鼓結斑 就是要讓我們大家 氣質 要提升 一定要提升上來 因為這是非常的要緊 所以我想你來想過一個 你也要看報索 報索說 台灣還有什麼人 斷交 怎麼會對 不對啊 怎麼說不對 台灣當時跟人家建交過 我們就不是國家跟什麼人建交 應該是 中華民國 與什麼人斷交 也不是 現在國報索很聰明 他現在開始怎麼改 他現在台灣 他沒有在說 他說我 我又與某某國家斷交 看到鬼 他現在 這個 這個西中國人 黑白跟你騙 他剛開始的時候 一回台灣 他叫孫悟年一回的時候 他叫我們台灣人 都當日本人 我們是真正的日本人 我們是真的日本人 我們是真的日本人 我最佳 我最佳 我最佳老师都跟你們說 我們是日本人 現在日本人 台灣人 知道說不 我就是日本人 就對了 現在就跟你抗議 你這樣子 不可以這樣 你中國國民黨 不能這樣 你中國人不能這樣 對待我們台灣人 他現在好 第二波他就曬出來 曬你曬什麼 台灣人是中國人 台灣人 如果說台灣人是中國人 台灣人就倒了 怎麼倒 因為 到底戰敗 不是很光榮 他說你也贊贏 你們台灣人也贊贏 所以不怪我去 台中去宜蘭 坐街頭車 好 街頭車輸了 我哪兒 愛台灣的 好啊 讚啊 你愛台灣很讚啊 我向你請教 什麼人轟炸台灣 第二次世界第一次 他沒有經過思考 日本啊 日本轟炸台灣 我說 喔 轟炸台灣 你要怎麼證明 日本轟炸台灣 八年抗戰 你不記得嗎 抗本有什麼呢 八年抗戰 這堆土地是日本天龍的土地 我們是日本人 日本來轟炸我們日本 這是什麼問題 發生的 教育 教育 日本人來轟炸台灣 所以不才有一個光富節 我們戰敗也有光富節 你想我嗎 我說的有力嗎 你打敗仗啊 包括我們這幾年 我們在西門酒 在上課 現在光富節 沒有人在紀念 看到鬼 那天 十月二十五號 那天叫什麼東西 知道的牙齒 你上過國 國旗班的 知道的牙齒 漁人節 你怎麼在 對啦 那天是漁人節 四月一號 你現在比我更聰明 十月二十五號 十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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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失敗的日子 那天喔 那叫劍前回來說 叫做军事占領日 叫做友善起 的軍事占領日 開始 投降嘛 导航没什么建设 我现在常常在鼓励日本人 我说投降没有什么了不起啦 没有什么丢人啦 投降是你建树嘛对不对 你寄不留人嘛 我再一次就好嘛 不要啦不要建政啦 不要开玩笑 你既然导航 导航就导航嘛 但是导航你宣定的人 保持我们的尊严 你去给他尊严 让中华民国尊严 照着你是美国要来尊严才对啦 中华民国也没有给我们奉扎 也没有给我们打 对不对 你记得 我们都没有给中国人打过 那是很危险的 所以那个中华民国叫什么 战败的战胜果 战败的战胜 因为美国等那两个战败的战胜 所以让中国人 在我们台湾 揚眉土器 我们台湾人 就是我们自己建树 如果真的要建树 我们不一定会树 在日本时代 那当时 在日本还没要到航 那时候 日本人知道 可能美国会登陆台湾 由关东 中国的东北 钓两岁的关东军 进去台湾 准备跟美国决议实战 所以你看 撤退的时候 到航行的时候 日本人不知道要回去 内地的日本人 日本军人 要离开台湾的时候 军容整齐盛大 穿的扁衣衫 绑腿 穿 整副的 全副武装 做得非常好 他在 九月中华民国的部队 在美国的军舰 去带来台湾的时候 他不敢露争 他在那边头 我想知道 因为美国人 有什么回忆路 他说那边头看到 那边头的边头 站着日本人 日本军人 站着滴滴滴 没人敢进去 那边打开 他又没了 我没出来了 美国人说 我用膝腿 用膝腿 将他的膝腿 摘下去 那边头是什么 穿着扁衣衫 拿冰箱 前面放他 后面放他的膝腿 所以台湾人 一看 这是战胜国 那就是这个国家 那天开始 就都不对去了 那天开始 你看那冰箱 那名字我欧比说的 有途为政 他们露准的时候 冰箱 你有没有 这种 这种 这种的 部队 台湾人 看到 都爱笑 那些人 没追准 各位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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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